曹操临死前,为何只杀杨修不把司马懿杀了,真正原因意想不到。 事实上,曹操临死前,之所以只杀杨修不杀司马懿,并非因为杨修太过狂放,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 其实在曹操眼中,杨修和司马懿的生死并非趋同,而是对立,曹丕赢得了果本之争的胜利,那他的某主司马懿就会有高官后路。 而曹操正争失败可以安然退场,但杨修就必须死。 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野史传记里,都有不少杨修肆意卖弄的故事。 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就是一次次搏了曹操的面子,才会被后者临终清算,死于非命,这样的说法,不仅看低了杨修,也小视了曹操。 杨修虽然很爱人前显胜,但在曹操面前却很收敛。 曹操虽然被诟病疑心甚重,但容人质量一直不缺。 只要不触碰他的逆龄,些许冒犯并不会放在心上。 杨修会被处死,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与性格无关。 杨修是乔佩集团的智慧担当和中流砥柱,很可能成为未来霍乱朝局的根源,曹操自然留他不得。 其实曹操和曹操处位之斗表面上看是两个皇子的较量。 实际上却是曹操内部两大势力的抗衡,即乳影集团和乔佩集团。 前者以汝南,影川地区的世家大族为核心,他们是在曹操创业后依附过来的,以文臣和谋士为主,执掌相权。 而后者以曹操家乡衍州乔佩集的数族地主为核心,多以武功见长。 从一开始就追随曹操,掌控了曹卫兵权。 然而两个集团追随的目标却耐人寻味,财气纵横的曹直德到了乔佩集团武将的认可。 经常带兵打仗的曹丕却得到一众文官支持,成为乌影集团鼎力支持的对象。 曹操最后会选择曹丕为接班人,也有乌影集团逐渐势大,压制了竞争对手的缘故。 曹操集团以武将为主,正斗谋划都有不足,因此处处落入下风,不得不以众外来人杨修。 曹操最希望的,就是给儿子留下一个稳稳当当,欣欣向荣的朝堂。 而杨修的存在绝对是不稳定因素,只要把他杀了,乔佩集团就会失去正斗的发动机,安安稳稳地聚于人下。 而且杨修的出身也被曹操不喜欢,他是红龙杨氏的天之骄子,其父杨镖和袁绍,袁树两兄弟都是亲戚。 而后者曾经是曹操的敌人,一度把他逼到死生之地。 因此在斗拜袁绍后,曹操屡次想对杨家出手,只是碍于大士族之间彼此互佑,只能作罢。 临终前一年,自觉大县将近的曹操心中已经没了顾忌,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杨修处死。 而声名不张的司马懿,在曹操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不杀并非爱财,是的,这才是曹操放过司马懿的根本原因,他认可这个人的才华,对其颇为看好。 但重视度远逊于那些名造三国的亲随大臣,说曹操因为稀才而放过。 完全是高估了当时的司马懿。 在民间故事里,曹操和司马懿之间有很多针尖对麦蒙的精彩桥段,比如英式狼固,三马石曹,不可托付兵权等等。 在这些故事里,曹操对司马懿的潜在威胁非常忌惮,事实上,这些野史传说的可信度并不高。 他们在证史中没有记载,一点相关的佐证都没有。 曹操还活着的时候,为国能人辈出,司马懿的分量远远不足。 曹操53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曹丞相,而司马懿在一开始只是没有品级的官吏,两个人之间交集寥寥。 曹操其实很难把他放在眼里,就如同大型连锁集团里,董事长是很难关注到新入职的大学生,即便后者很有才华,退一万步来看,即便英式狼固的情节在历史上却有其事,也更多是曹操对曹丕的告诫,提示他应该如何用人,怎样分辨人心。 而不是对司马懿动了杀心,虽然对楚位犹豫不决,但曹操对曹丕的能力一向非常认可。 即便司马懿野心勃勃,他也不觉得后者能脱离曹丕的掌控,历史也验证了曹操的判断,司马懿在曹丕手下是绝对的忠诚能力。 魏文帝登基后,他被提拔为是中间尚书右仆舍,与尚书令环接,尚书左仆舍陈群,共同负责尚书台事务,虽然地位依非冲天,但他依旧保持了谦和的为官之风。 而且,他内心是对曹丕的手腕是认可的,做事一直非常低调,五年的上述工作都兢兢业业完成,努力调理魏国的军政民生。 这段时期,司马懿一直在朝堂活跃,但并没有拉帮结派,巩固自己的势力,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阶段他还比较安分守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曹丕的权术过人,通过议论相搅等手段,平衡了朝堂势力,没有让任何一家独大。 曹丕在位期间曾经数次对外征讨,很多次他都选择把后方全权交付司马懿,而后者也没有辜负曹丕的信任,每一次都给了最坚定的支持。 至少在魏文帝这一代,司马家和曹家是君臣相得的,真实历史或许颠覆了不少人的想象,狡诈阴险的司马懿在为官之初一直都是为国忠心不二的大臣。 当然,很多人对司马懿评价偏向负面也很正常,这不仅仅是演绎的影响,历史上司马家的后人倒行逆施。 庸禄无能,导致五胡乱华,因此不少人在评价司马懿的时候,天然就带了负面滤镜,总觉得他是阴谋祸国,卑鄙无耻的小人。 但是在《三国治》里,陈寿曾经这样评价司马懿,顾向国义,框府卫士,历史忠贞,顾列祖明皇帝受以寄托之刃,义路立尽节,以明华夏,又以亲王聪明,无有慧德。 乃心情尽忠以府上,天下赖之,他的评价其实更有参考价值,因为司马懿的忠心耿耿,所以曹丕在去世之前,把司马懿、曹爽和陈群定为托孤大臣,交代儿子为明帝曹瑞要好好依仗几位大臣。 有他们在,定保卫国无鱼。 其实,在为明帝曹瑞主政的十三年里,司马懿依然是对皇家言听计从的,无论分配了怎样艰难的任务,他都没有推辞,比如曹瑞要讨伐远在辽东的仙卑和公孙渊,但是因为距离很远,后勤不变,所以朝中大将多有不愿。 最后,曹瑞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司马懿去处理,后者二话不说就奔赴前线,不仅痛揍了鲜卑,还攻灭了公孙渊建立的燕国,彻底完成了曹瑞对北方的统一。 执政后期的曹瑞其实问题很多,无论是大兴土木还是荒淫后宫,都不是民主之相,但司马懿依然忠心认识,并无怨言。 因此,在曹瑞临终的时候,他也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拉着司马懿的手,嘱咐其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佐太子,司马懿痛哭不已,连连磕头。 可以说,直到魏明帝去世,司马懿应该都没生出谋逆之心,但是即位的太子曹芳并不是魏明帝亲子,过继而来的身份让他非常尴尬,司马懿对曹丕父子的情分到此刻也彻底消磨,他开始不甘于只做个普通贤臣, 而是努力让司马懿掌握更多权力。曹芳登基的时候只有七岁,所以需要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后者是司马懿为一生之敌,处处咄咄逼人。 这个时候,司马懿也有意揽权,因此二人原本和谐的关系渐渐变得是铜水火,为了麻痹曹爽,司马懿装病求去。 他老赖,逼真的表演让曹爽放松了警惕,而司马懿却在暗中积蓄力量。 正是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林之变,直接废掉了曹爽的所有势力。 从此为国的实权庞落于司马家,司马懿的忠臣之名彻底被打破,他的子孙也产生了已可取而代之的想法。 纵观司马懿一生 在曹方登基之前,他都是族称典范的忠臣能力。 而且高平林之变发生两年后,司马懿就与世长辞。 一生从未旗帜鲜明地反抗曹家,如果不是上天捉弄,曹家或许真可以终结三国乱世。 曹操的决断没有问题,只是没想到天意弄人。 之前一向身体康健的曹丕竟然英年早逝,在位仅仅七年不到就撒手人寰,差点崩坏了魏国辛苦建立的大好局面。 好在即位的曹锐颇通全数,早年也算是精明强干,队内对外都统御得当,足以压服群臣。 谁承想,这个孙子竟然也是个短命鬼。 不到33岁就离开人世,只留下一副主绍国仪的烂摊子。 其实只要让曹丕多活十年,魏国的局面就会彻底不同。 司马懿也不会有篡权夺位的可能,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曹操打下的大好局面最终还是败给了子孙的短命。 其实大家完全不必纠结曹操,为何没杀司马懿,人的决策总是基于现有情况的分析,不可能真的后知五百年。 很多人回看历史都有个误区,那就是喜欢从结果倒推过程,司马懿子孙篡位,所以他必然从一开始就是乱臣贼子。 殊不知人心一变,个人理念是会随着环境和地位不断变化的。 初中政治一直教导大家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事物,这一点再放在历史研究上也是金玉良言。 司马懿惊言如学,中军思想早就根植于心。 前期的他,根本没有取代曹魏的实力,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曹瑞的早逝让情势巨变,司马懿忽然意识到朝中已经没有能威胁到自己的对手。 十年的大权在手让他一点点被腐蚀,中军爱民的思想也被抛到脑后,整个司马家的野心都在不断膨胀。 甚至萌生了篡权之念,或许,司马懿最后还是无法过内心那一关。 因此在扫除所有威胁后,他选择隐而不发。 到死都是曹魏臣子,一直到十几年后,其孙司马岩才取代曹魏建立新政权,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 都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一点在三国体现得淋漓尽致。 公元196年,曹操携制汉县帝以令天下诸侯。 当时他是多么的风光得意,谁曾想几十年后,历史就发生了轮回。 而这一次坐到汉县帝位置上的正是曹操的孙子。 细细想来,曹操和司马懿竟有太多相似之处,都是世家出身。 年轻时不乏报国尽忠的大义,同时在掌权之后野心膨胀,萌生了篡位之念。 就连结局都类似,两个人虽然都扫除了朝堂阻碍,却拧巴着不愿向前一步,到死都还是前朝之臣。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一切竟们如此相像。 当时毁评宾宝补和宫无所谓的形象。